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精彩的棒球制度给你们知道了 郑凯文在参加了各项的国际赛之后 便飞往了日本挑战日本职棒 在版神5郑凯文虽然拿下了两胜 但是最后版神5还是不向郑凯文续约 收到不续约的通知后 郑凯文收到了横冰球团给出了新合约 但是郑凯文在横冰球团却留下了零胜两败的记录 黑了在一季中开刀导致下半季爆销 年底参加的中日对抗赛虽然表现优良 可是还是收到了战地外通告 接下来故事会怎么样发展 好啦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在收到横冰球团给出的通告后 郑凯文也与自己的经纪人讨论 决定回台湾参加选修会 在得知郑凯文要参加选修会后 中华队的总教练兼兄弟总教练谢长恩就说 状元就是他了 果然凯文在选修会当中 击败了同队的肖依杰与林薇柱 被兄弟相以第一轮第一指名选中 以约行三十五万只资进入职业世界 郑凯文也请老师算出属于他自己的背号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九号 进入职业世界后的郑凯文与林恩宇 曾松伟和陈鸿文被视为兄弟的本土王牌 在春训期间进牛棚练头就被教练团称赞 总教练谢长亨也点名他有机会成为 对史第一位出赛投手 可惜的是最后郑凯文并没有荣幸担任这个职位 交给了自己的学长陈鸿文 完成了这历史性的一课 不过到了第二站 总教练就把郑凯文压上来 令人值得关注的事情来了 这场比赛是对战自己在版神武时期的队友 肖一杰所在的队伍一大犀牛 第一局一大犀牛先从凯文手中夺下一分 但是到了一局下半 马上兄弟也从凌晨化的手中夺下了一分 但是正凯文最后略胜一筹 在那场比赛上献出了自己的球技 玩头九局只用了105克球被打出三只安打 送出五次的三阵掉了一分的非自责分拿下胜头 而令人有趣的事情是 拜托正式在九局下半掉了一分的肖一杰 曾凯文在人胜第一次出赛就拿下单场MVP 而这一次的出赛不仅拿下单场MVP 还包括了三月的单月MVP 而过人的耐力和体力也正是正凯文的优点 在回到台湾后的连续五次先发 投球数都有超过100克球 而这五场先发内 有四场因为兄弟的火力担保 让凯文只拿下了一场的胜场数 另外一场则是凯文面对暴力源的打线 先发五局掉了五分 但是靠着队友的火力支援 让凯文从败头中解套 而正凯文也绝非无敌不败今生 人人第一次获得败头又是面对桃源打线 投了五点一局被打出一只拳也打掉了五分 等一下 讲到这里我先补充一段 刚刚提到正凯文被队友解套的那一场 最后结果是6比5 这场比赛的结果最后也是6比5 而且都是忠信兄弟在第一局得了三分 这也太玄了吧 好 跳过这个部分 凯文在今年也生涯首都入选明星赛 在第一局让对方三上三下 不过凯文也很懂还 在第二局面对风哥 就来了一个超慢速魔球 不过就被 凯文在当时虐杀了整个中职的打者 曾经有超级疯狂的单月三次先发总共出赛21局 防御率仅仅只有0.86 送出17次的三阵的超扯成绩 整年度正凯文总共先发22次 拿下了8次的单场MVP 与2次的单月MVP 拿下了11胜300与一次的玩头胜 防御率2.48与排名联盟第三的108次三阵的成绩 一举包办了联盟的圣头王 防御率王与最佳投手奖 要说正凯文在当时玩坏了整个中职的打者也不为过 不过11胜就拿下了圣头王的奖项也是相当少见 其实是因为在9月的时候凯文代表台湾出席仁川亚运 不过在当时却发生了中职S 轮落为败战投手的事件 那场比赛先发投手王耀玲面对5个人次就掉了5分 正凯文急忙上来救火 结果因为热身不足的关系出赛1.2局 送出3次的出身球掉了4分 最后直接被韩国队在8局的时候提前结束比赛 但是面对到了日本队打线 正凯文就变得特别会投 在争夺进入决战的机会时 在第三局后援登板 投了6.2局直接将比赛给完结 赛后也拿下了胜利投手 帮助中华队挤进金牌赛 金牌战面对韩国的结果我就不提了 越讲越伤心啊 这个故事有时间之后再找机会提提 时间快转到2015年 凯文与兄弟签下了两年的复数年合约 从原本的月薪35万晋升成为50万俱乐部的成员 在开幕战作为先发投手的郑凯文 出赛6.1局失掉了3分 搅出了优质先发的表现 15年第一场出赛 郑凯文就拿下了胜头 第二次出赛虽然掉了5分 但是该场比赛郑凯文送出了14的三振 成为了15年第一位单场夺下双位处三振的球员 不过郑凯文在开机的时候调整还不到位 虽然都能够完成先发工作 不造成牛棚的负担 但是从开幕战以来的先发7场比赛 除了一场比赛投了7局50分外 其他场次都有10分的记录 而且每场比赛的10分都是以3分起跳 在5月中以前郑凯文的防御率高达4.96 还只能有一场比赛的单场 狂失了6分 而且6分统统都是自责分 但是凯文还是没有放弃他自己 从5月中开始凯文瞬间回稳 连续三场比赛通通都是丸头胜 而且还有两场比赛是丸头丸封对手 很想要运气不好的一个地方 还是打第一颗球 这一球飞到在外野方向 最后是遭到了接杀 公益哦 一带39这样的一个速度 这一球打到三哪方向 考验一下黄世豪 这一次接球没问题传向应壘 哇结束了这场比赛 结果郑凯文再度 但是正当外界期待能够拼连续三场丸头丸封时 第三场比赛凯文却爆掉了 先发出赛0点1局 用了34颗球狂尸的3分 正凯文也因为不舒服的关系下场休息 而且他们整个 哇 来看一下 这一棒又是穿越了王胜伟的首飞范围 二壘上的投者林志胜现在绕过三壘 准备回来得分 在这场比赛后 正凯文跳过了两次的先发轮值 但是到了7月4号的先发 却又只投了2.2局 就狂尸的6分被打退场 面对蓝米狗打线 凯文就变得特别不会投 当年度6次先发面对桃围队 30局的投球被打出36次的安打 总共掉了21分 其中有18分的智者分 1RA5.40拿下了两胜两败的成绩 虽然之后在面对其他队伍 凯文稍稍回稳 但是前两次的先发都爆掉也绝非偶然 原来在经过详细的检查后 郑凯文的骨子又长出来了 正值青春年华只有26岁的郑凯文 却又要动刀了 职业生涯7年就动了两次的刀 最后凯文也与教练团讨论后 决定接受手术导致下半季爆销 虽然在有伤痕情况下投球 但是15年整年度凯文16次的先发出赛里面 人留下了10胜4败排名联盟第23.5年的防御率 不过因为动手术的关系 凯文也缺席了这一次的总冠军赛事 2016年开始凯文因为动过手术的关系 投球成绩也不再像过往来的亮眼 我记得那年是我刚开始看球的第一年 那时候我看到凯文 我就觉得他全身散发王牌的气味 但是在看到他的投球成绩我整个崩溃 当时凯文人被誉为本土先发王牌 我记得还有一场是跟嘟嘟一起先发 当时的标题还叫做新旧本土王牌的对决 结果凯文投没几局就合爆了 那时候我还在想 为什么凯文能被叫做本土王牌 直到我现在看了凯文的故事 哈 我跟你郑重的道歉 虽然凯文在16年的下半季 开始全面崩盘 整年先发出赛20场拿下了9胜8败 当时崩溃的成绩也被网友隐色放水 但是呢 这边还是有一个故事要提个 那就是 是两层七八 有四分的打点 哇 投手正面 投手接球 适应是直接接近手套 哇 这是一个三刹 哇 这球刚好是进到了郑凯文的手套 最后由投手来测动一个三刹手背 结束了二局下半狼一狗桃源的进攻 现在现在打完了前面两局 目前忠信凶 看这完美的伸手与反应 不愧是前男婴的游击手 时间快转到16年的总冠军赛 鸡排事件一触即发 那个不累啦 预计喔 飞球应该有机会来拼 而且那个关键的球喔 有啦 喔 真的要病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陈子豪的介绍影片 郑凯文在总冠军赛中表现并不突出 留下了14.40的防御率 2017年凯文的火爆个性再次展现 在去年先是骂了陈子豪一把 这一次为了抗议好球袋 竟然这样抗议 展现了要接班的气势 在这样的竞争之下 其实也会让 呃 失对了一些前辈好手们 那也是打得战战兢兢 在赛后有现场观众转发给大家 说当时凯文在被驱逐出场后 还将球丢往了那野快到外野中间的观众席 而当时的竞争不是别人 正是吴家伟 17年整年度因为年纪与体力的关系 凯文也像去年一样先发后援两头跑 虽然担任先发时 曾一度投出8局只是1分的成绩 但是15场的先发里面 郑凯文只拿下了5胜5败的成绩 17年的总冠军赛当中 郑凯文也被定位为中继投手 虽然在第二场比赛凯文炸掉 但是后面凯文开始回稳 从原本的18的防御率下修到了4.91 年底的中日对抗赛中 凯文作为第二战的先发投手 投了两局失掉了1分 后续因为等不到队友帮忙解套而吞下了败头 18年一直与凯文同队的前辈林威祖即将退休 虽然令长多次拒绝引退仪式 但是兄弟球团还是准备了一个完整的结束给令长 在引退仪式当中凯文展现了真性情 想起了过去在日子球团的种种 最后也滴下了男儿类 在引退仪式上凯文担任令长最后打型仪式的投手 凯文也投了一颗完美的球给令长 作为令长棒球生涯完美的据点 想完感性的部分还是要来提提现实的了 18年开始王翁诚被前队友打出再见安打下恶军后 凯文被定位为球队的新closer 但是凯文却接连发生这样的事件 像是这样 或是这样 最后留下了6次的救援失败记录被拔离了终结者一职 但是到了年底凯文又要来复仇了 决定再度参加台日交流赛 9局下半两人出局的情况下被换上场拆炸弹 面对日本就是变得特别会投 凯文用了139公里的内角速球三阵调的打者 成功帮助中奥队夺下的胜利 凯文也在中场拿下救援点 时间快转到2019年 凯文投出了近几年较优良的表现 还在线火爆的个性发生了像这样的事件 用三阵来抓下这个半局的第二个突局数 拿我手上来 王一凯已经在旁边准备的时间感觉足够了 这凯文直接就 同时在七局上的一个攻势 伯纳决定将凯文定位成为专门拆炸弹的投手后 没想到却出乎意料的好用 在拆完炸弹后还可以再多投一局 像是在满壘的情况下上来中继 或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利用自己的超强力手臂 也会发动这种高难度双杀 哇 直接被这款回来难道 回身先传给近来品味的游击手再传 在球季结束后 凯文成为了史上第一位 纯后援投手拿下十胜十中计双十记录的球员 球季结束后凯文也拿下了投手金手套奖 事后凯文也将自己能够拿到这项成就 归功给自己的队友 也因为火爆的脾气而向队友致上深深的歉意 虽然凯文在季赛中能够投出成绩 但是在总冠军赛的表现总是拼拼出包 凯文现在也已经连过三十的动了两次的刀 希望凯文能够将季赛的表现带到总冠军赛 也希望凯文能够回复到日子的身手 目前2020年凯文开机的状况也是拼拼出包 如何调整自己也是凯文即将面对的一大课题 曾凯文的故事仍然再继续写下去 未来还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